如果你是六號仔 比較地區 如果你是走勢近來 它開始有一點點地 看你自己的目標是收息還是怎樣 其實六號仔方面的息率 預測息率方面來說都不差的 因為其實那樣都有6厘3厘的 其實都不差的 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來說 如果選擇的話 可以這樣想 反過來 其實二、六、三、八 我也覺得OK的 其實不用一定要選擇它那些 二號仔是多災多懶 其實那樣早日有燒電線 燒完又燒 比較麻煩 但是似乎好像二、六、三、八 相對還是在比較夠力小 不過今天不好處就在一個高位 看到有一個回軟 如果真的有機會 回調一點的時候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出手 如果回調一點的時候 我想看看可不可以去年初那時候 大概4.75的位置讓你買得到 我覺得都可以慢慢持續的實客 因為為什麼呢 本身來說 其實最近大家在投資的減息 你減息的時候 你外圍如果減息的話 香港也會減息 香港減息的話 那些存戶其實以往就 對定期趨子若霧的 反過來 今時今日如果真的告訴你 我減息 那樣大家就自然好像很無忍 的確如果一年期定期的息率 好像其實都落得比較低 還有很多人都不做 其實就算做的話 都可能矮近四里那些水平 所以表來講 本身如果大家長線的 如果是想高息一點的 高息股我覺得其實是ok的一個選擇 加上就是本身說26、38這些 走勢好像是勢還在那 都不算是更殘 而說沒有明顯的背遲 其實RSI方面來說 你看到它之前都是77.5 一頂高一頂的 其實就沒有看到明顯回落 所以我覺得如果選擇的話 就可以這樣選擇 但是都是一句 穩陣點是選擇高息的 就是越高越好 其實當然去到6至12里之間 這些很基本 但是如果你說我都沒有什麼特別選擇 這樣有沒有什麼折衷辦法 我錢又不是很多 其實如果買了一隻半隻 怕它不派息 到時撬起自己 這樣就麻煩 反過來你可以買什麼 其實都有選擇的 買了310 310GX方面來說 恆生指數高息股基金 其實那些是ETF來的 你買這隻 其實那些息率方面來說 都過去派得不差 每一年派兩次 大概其實那些是2日3 2日7 1日7才7 即是已經這樣說 1個7日7下 1個7日7這樣 其實那些是去年派這個 今年方面早前派過1個3日半 一般來說 它就說的是3月份方面 會再出業績 還有那些是會出徐政日 徐政日方面 通常都是3月底 應該是派幾號指 但那些是3號指左右 這樣的息率其實 所以其實本身簡單一點 又不想麻煩 那樣想分散投資 310也是一個選擇來的